大家好 我是Philip 这次又是来到珠海 又是跟朋友讲车北上来 一个不同的地方 刚刚跟上次是不同的 上次是在芒州的湿地公园 今天就不同了 今天来到这个就是一个岛 但是可以驾车过来的岛 所以就过来看看 看看有什么拍摄 这个叫做奇奥岛 珠海奇奥岛 是一个很大的红树林湿地公园 看看有什么逛逛 拿着伯伯一起去玩一下 拍些什么 在开始影片之前 记得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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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道 下面可以留言给我一起聊 这次去这个奇奥岛 奇奥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概念 我去完之后 不要太大期待 但是也去看看有什么 而且这个奇奥岛是什么 既然我开车上去 那为什么会去呢 因为这个岛是可以驾车去的 也是在珠海一个很大的红树林区 所以原本想去看看 这个生态区可以拍到什么 或者看到什么 之前做过这些搜集 那里有停一场 是可以停车的 但是车位有限 如果大家真的会去的话 要留意车位 虽然是免费的 但是车位真的有限 另外就是这个红树林区 需要预约登记入园 要出示KR Code 但是如果那天没进去的话 其实是可以在现场立即预约进去的 但是就要看看当时是否爆 但是应该都可以的 因为通常都不会太多人去 我当天也是假期 但是入场的人数也不太多 可能是早 以假期来说也不算是多人的 一直入口进去 其实都会看到一些常见的路 白路 大白路 倉路 这些常见的料类 其实除了这些料类之外 其实这个湿力公园 我上网上看 其实是会有一些 蟹 又或者是烂逃鱼 就像香港的米布湿力公园 但是这次又能看到吗 相信听到我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 真的很奇怪 我们走进去 其实料类比我想象中要少 因为之前做过早餐收集 又说这里也比较多 而且1月份有人拍到东方白鹤 但是看看能否拍到 行了 走出去看 坐在厕所上 是厕所悬卸 是不是厕所悬欠 这是厕所悬悬卸的味道 厕所悬悬卸的味道 厕所悬悬悬卸 可以看到了 跟芒舟的情況一樣 我發現這裡的雀鳥是景覺性比較高的 如果你當它是一隻經常見人的雀鳥 那距離應該比較難拍 因為它在很遠已經飛走了 比較難看到很近 當然啦 比我想像中有點不同 因為我都以為在比較多人去的濕地公園 應該會比較好 但我發現也不是 這裡的情況跟香港有些地方都很不一樣 白空虎鵝 走雞啦 上一集有觀眾留言說可以去深上灣公園 一走出地入口就可以很近拍到一些水料 其實也有上網找過的資料 真的挺厲害的 相信跟很多遊客和行為有關的 但我也會想去看看究竟有多近 下次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去深圳灣 我覺得是有海豐圍的 不是的 好像是有隻僻梯 本身利虹樹林拿800mm是否適合呢 但我覺得是比較難拍的 如果有些蟹仔 有些大陶宇 如果有800個最近水招距離 就有些蟻水 但原本其實我想拍水料多些 又或者走過去另一邊 已經有一個位置可以拍到一些水料 但我們先走去紅樹林 但發覺一直走過去很久很久 不知道是運氣問題 還是天氣問題 就完全找不到有彈徒魚和蟹 我已經停留在位置等下 或者觀察一下慢慢看 但其實也不太能看到 但我覺得是有點奇怪的 白紅神飛 對呀 白紅神飛 我已經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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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真的有食物 嘩 究竟多遠 是飛撞的 逛一逛 我差不多都把鏡頭當作望遠鏡 因為發現的生物真的比較少 我已經很小心在每一個地方 即是前進 怕嚇跑一些東西 但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當日的鳥放也好 或者生物的情況也好 也比較弱 變成參觀的形式 周圍走走走 走走也很久 有時就像這樣 所以保持平常心 拍攝到也固自然好 拍不到就慢慢享受環境 很快就彈出紅樹林區 原本有一條路可以去另一邊 但發覺是封住了 唯有在水閘這裡開始截返回頭 因為我們本來打算現在先去吃飯 吃完飯就去另一個地方 那地方就上網找吧 立即找個地方 因為發現這裡的地方不太太老 打算轉個位置 不,這不是對的 白色? 對,這是紅罐水雞 這是白罐 …… 他快到鍵了 看到了 一隻只有鴨 是嗎? 一隻是雞和鴨說 其實有管理的濕利公園當然是好 但是開啟的時間會比較困難 9點才開啟 如果有官僚人士會比較早點去 因為雀鳥一般來說 雀鳥都會比較早點出沒 可能時間到晚會飛走了 也不出奇 這堆青蛤蠟飛的方向就是我們本來想去那邊的方向 不過沒辦法 因為相信在那邊有個位置是他們經常逗留的地方 大家已經封了就沒辦法去到 就能看到了 就能看到了 可惜水面上沒有太多生物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的話 這個位置的水平位置是可以的 一直沿著出口走出去的時候 跟進來的時候一樣 有很多路料 亦有很多比較遠的駐車 接著我們就進去了橋澳島的村 始終這是旅遊景點 很多租車 租電動車 租單車 吃東西都在這裡 我們去了一間比較咖啡的地方 吃了一點點東西 馬上出發去下一站 看看有沒有更多東西 我們去了珠海的百年洞公園 為何會選擇這裡呢? 因為在網上看到這裡有很多材料 但下了停一場之後 我第一天看到的是什麼呢? 我這裡也有很多東西 我這裡也有很多東西 就是孔雀 原來這個公園有一個孔雀園 可以讓人進去參觀拍照 但當然我們目標並不是拍攝孔雀 所以就在門口看看就算了 如果大家剛好去到珠海 也剛好在附近也可以 帶小朋友和家人去參觀看 這個公園裡有很多水池 其中間是一個大的水池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就看看看到什麼就拍什麼了 有到吹了也不要緊 有當然好 沒有也不要緊 又只是白雀令很近 始終都是公園 而且都是親人 亦不會很怕人 很近很近 原來在我下面 這個公園養了很多鴨 那些鴨也是不怕人 隨便拍照 隨便看 但是很有趣地在這個公園裡 雖然網上說這裡有很多水池 也有很多的材料 真的有很多 但是我們看不到之外 反而是看到很多貓 很多的流浪貓 應該是流浪貓吧 但是我看到人們會很親近流浪貓 也很有趣地會在水池裡釣魚給貓吃 這件事也挺有趣的 其實天色已經逐漸開始黑暗 因為本身天氣也不太好 所以你看到我拍的樹裡的鳥 剛才都已經默默拉掃了 但是也是以參觀為主 當然拍到當然最好 拍不到也不是平常心的 最主要是因為剛才實在太沒有東西拍的 在喜好島 所以過來到公園看到有白雀嶺 一些場面鳳葉嶺 其實都拍得挺開心的 好搞笑哦 就是夜路還是遲路站在那個位置 咦 夜路啊 好搞笑我連來的頭 有時候就是這樣 有時候有些東西想拍 特意去拍 就不會讓你拍到 有時候你沒有想著拍的東西 有時候也會有些有趣的東西 讓你拍到 有時候就是這樣 平常心 看見到什麼 自己喜歡的東西就拍下來就可以了 就像這些鴨一樣 雖然人為自養 但是有時候它的行為有趣 我都很喜歡記錄下來 天色已經逐漸不黑了 所以今天的旅程差不多了 今集又是來到珠海 但是下一集我們會回到香港再試一下 其實因為不是特意想來珠海的 純粹是朋友想開車上來 即是叫做試一下狂青不相 亦都想拍一下生態 所以連兩集都會過來珠海 下一集我們會回到香港 記得Like和Share Subscribe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可以下面留言給我 大家有什麼好地方可以拍照 都可以下面留言給我 一起去分享給大家聽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 再試一下這支白白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到後面開設 我們下集再見 都會嘗� 可以嗎 有沒有